沈阳的尹云飞 他在审核区南关路附近当保安 他说自个儿最近在港庭里边工作的时候 没事总得回头看看 怎么的呢 因为他生怕身后头有一根电线杆惹祸 在那个港庭工作 有时候我也时常电力电线杆的安全隐患 就是怕出现意外 这里是沈阳市审核区南关小区公交车站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 有一根电线杆出现了大角度的一个倾斜 而且呢在电线杆上 至少有五米以上的一个长度的一个裂问 很多地方呢中间已经有一些钢筋呢 也裸露了出来 尹云飞说这根电线杆的状况 是自个儿不经意间发现的 反正我就有一天嘛 就是我老来的工作呀 就是耗性我就往上一瞅 我说这个电线杆的那裂纹挺严重 他说这根电线杆不光开裂还倾斜 看着挺吓人 有一个水泥块现在那个啥 你离那啥离下杆的 有那个吊在那里的隐患 这个正好是那个后射亭 另外那个啥 有时候放着那个车那车辆也有 往上另外一行也有 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可以看到这根电线杆的倾斜角度呢 是向南倾斜的 我们听附近的居民介绍 由于这里呢是公轎车站 每天从早到晚在电线杆下面都会有一些人在等公交车 而且呢道路的两侧也经常停靠着大量的私家车 你看着这个电线杆都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不好危险呗 咱说这要是给谁劝了咱说多危险啊 你说是等于事不 下人呗呗呗呗 这多邪道都下人呗这点儿 但已经被砸了 那一旦点不知道啥时候掉了 我看这块儿不太好 那要下人那一大堆 你等车的时候注意躲这点儿还是不对 那这桥子啊 前后左右不多你看呢 这出门那可两不得 现在大伙的希望很简单 希望呢电力部门 相关单位来看看 早日把安全隐患排除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国家电网 辽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的工作人员 咱们第一时间也去现场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嘛 是去年我们就已经改造了 由政府出自去改造了 今年春前就春暖花开之后呢 我这个这趟杆吧 就全都撤掉了 我们走地下电脑了 几乎是没有隐患 几乎没有隐患 不影响共产空电 而且吧现在这个为什么 如果要动这颗杆 比如说现在要动这颗杆的话 我设计一个大面移停电的问题 咱就说我把这条线停了 停了的话 这还有工短呢 知道不 有的很多都是盯过炉 所以现在也是不敢停这个事 去年那地方就开始做了 活都已经干完了 今天为什么没直接倒过来呢 因为马路恢复的话 我有个沉浆棋嘛 然后你再把这个原型的杆 拔掉之后 你还有一个重新 一个修复的过程 所以正好赶到冬天了 冬天地上洞了 所以就没洞 然后呢 像这个呢 昨天咱们也去现场看了 它是树纹的 这个电线杆呢 是树纹 树纹确实是有力很 不过它不像横纹 是直接就有重大安全隐患了 知道不 这样的话 到夏天的时候 那个我们直接就是把这个东西 直接撤掉了 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说 为了让大伙彻底放心 他们承诺把这个电线杆 进行临时加固处理 明天我们会应急把那个给这个电线杆呢 弃一个那个固有的那个那个防护倾斜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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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着 然后保证那个这个杆在那个就是在撤干之前没有任何安全问题 到四月份的时候这个那个就保护保护保护区一过 我们这个直接直接这个这一趟那个能管路的那个电线杆呢就全会撤掉 不管啥事咱可别留一点点隐患 啥时候都是安全第一